其实澳洲人住的屋 绝大部份都是以House & Leng 买地建屋的形式建设 包括你现在看到这些建好的旧屋 House & Leng 的好处 我相信大部份朋友都知道 包括你可以省到印花税 因为印花税就是计你地皮的部分 建筑物的部分是不需要付印花税的 这间屋除了全新之外 亦都因应你自己的建设计 而且是使用的新的物料 因此无论是隔音隔月后果 都会比旧House 2 屋好多 开直方面 Floor plan 亦都会比旧款House好多 但缺点都不少 包括你会遇到延迟交楼 或是 Builder 建筑商座地起架 以及会面对一些新的建筑条例 但其实这些通通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不是帮建筑商说话 轻微的价格调整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交楼延迟 坦白说 有哪个开发项目是准时交楼的 每个都是Delay 而最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间屋出现结构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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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问题 今集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种House and Land 如何避开遇到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万一你不幸地遇上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可以怎样做 在找二手楼的时候 如何发现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如何避免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大家好 我叫Alex 欢迎收看TOW TV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有用 希望你订阅点赞和帮我分享出去 还有记得按下小钟 因为有新的影片会马上通知你 如果你收不到通知 可能要重新订阅 为什么我拍这一集 其实我刚刚受评于我一位客户 帮他在二手市场找顺盘 是有收费的 澳洲叫做Buy Agent Service 买个二十楼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二十个盘入比 大概只有一间是比较顺的 其他盘不是位置不好 就是叫价太高 或者有Quality的问题 所以对于一些 不是那么熟悉澳洲地产的朋友 他们宁愿花一点点 找个专家帮他在二手市场找盘 除了可以帮他省了不少时间之外 最重要的是 不会买错楼 顺盘的定义 有几样要考虑 包括位置、location 地皮面积、地皮形状 也要看Floor plan 和建筑Quality 和家屋的保养 最重要的是 当然不能有结构性的问题 首先 这是互动过程 因为不同客户有不同的需求 而这个找盘服务 其中一环是去厌楼 我在厌楼的时候 发现这间屋出现了 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我发现 门口那块石屎出现了 比较大的裂纹 这种情况是不寻常的 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不寻常 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就是我的经验 因为我每年看很多楼 在建屋之前 建筑公司会拿出一个 土壤报告Soil Report 它会因应不同的地质 以及房屋的结构 进行不同的地基工程 以确保那间屋 建在一个稳健的地基上 第二就是我发现 周边的屋都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这间屋是单层的 附近两层高的物业 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正常来说 两层的承重力比一层重很多 我之后就去屋里面看 我发现这间屋的墙壁上面 到处都出现这个裂红 这间屋的楼宁是十年都不到 它是一间专屋 澳洲的专屋的使用寿命很长 视乎你的保养程度而定 你住五十年到一百年以上都没有问题 我自己住的那间屋 在买的时候已经有五十年历史 我本身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 即是现在这间屋已经有六十年的扭龄 我们言归正传 我发现这间屋出现这些裂纹很不尋常 然后经过我仔细检查之后 我发现这间屋的地基出现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 是否那些土地有问题 如果下面那些土地比较松软 那间屋下就不会坏 不会出现裂红 其实澳洲的起楼技术 虽然不是最先进 但其实我也帮过很多客户 建过这些房子 其实现在的地基技术比以前先进很多 毕竟澳洲也是一个发达国家 还有我看周边的房屋都没有这个问题 有些人建得比它大比它高的房屋 地基都没有问题 很稳健 唯一的解释就是 建这间屋的建筑公司 有机会在建地基的时候 偷工减料 它没有用一个合规格的地基去建这间屋 导致有这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出现 有观众可能会问 它在建楼的时候 不是有人去跟工的吗 政府在出入口子的时候 不是看过的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如果建筑公司使用低一个级别的地基 在建完的时候 房屋不会即时下沉 因此政府人员以及工程人员 去验楼的时候 当时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需要经过一至两年或以上的时间 房屋才会慢慢下沉 出现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会是这间屋带来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当它出现移位的时候 外墙会出现烈缝 简单来说 这间屋的防水功能就会失去 在下雨的时候 雨水会进入这间屋的墙身 长期浸水会导致这间屋的结构出现严重的损毁 第二个问题 当房屋开始沉淀的时候 会令到门窗亦受压 轻质的门窗开不了 重质会压坏窗门压 地板亦出现移位 你放屋时 你可能会发现桌子不平 严重一点 这间屋甚至会被定为一间危楼 不适宜人类居住 接着会说 如果你买到这些屋 你应该如何做 以及如何避免遇到这些问题 万一不幸地你买到这些屋 坦白说 我是不建议你再花钱进行维修 因为无论你花多少钱 这间屋是医生费的 它就像一个宇宙的黑洞一样 是一个无底深谈 遇到这个情况 你无奈地只能把这间屋占卖 也不建议你出租 因为如果租客在这间屋发生意外 你需要赔上更多的钱 现在来讲一下 我们如何避免这些情况出现 如果是买地建屋的朋友 我会建议你做以下几件事 首先找一些当地可购的地产帮你收 透过他们帮你找一些大型建筑公司 最好找一些鬼佬的大型建筑公司 便会比较稳定 千万不要贪便宜 找一些小型建筑公司 很多时买家中招就是因为贪便宜 正所谓贪至德国贫 你以为可以拿到一些小便宜 但其实这个世界是命中注定的 你这边商以为可以省建筑费 但那边商 其实建筑公司在某些地方 最后会偷工监料 最终一些东西会回来 受害的都是你自己 大型的鬼佬建筑公司 他们的品质保证方面会好很多 第二件事 就是在建楼的过程 就不要省钱 就请人去找一些 professional inspector 其实去帮你跟随工程 而买二手楼的朋友 我建议你 如果你在澳洲不太熟 即你在澳洲不住太久 特别是如果你是新移民 我建议你 你找一些熟悉当地房地产的朋友 去帮你一起看楼 记住 一定要熟悉当地房地产的朋友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以使用澳洲当地的 Buy Agent Service 找盘服务 或者是找一些private inspector 帮你去看一看房地 因为这种地基的结构性问题 不是开玩笑 基本上房子是可以补费的 是补费的 不是夸张 基本上你买了这房子 是没办法居住的 所以你花的这笔钱 就会石沉大海 今集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收睇土豪DV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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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